这个英雄在团战里面略选笨重一点 信爷要来 那破坏之王走上 这把信爷我感觉也可以 因为冰女又一手的控制 可以给信爷提供一个进场的时机 是 我感觉这里不是 如果要补AD的打野不是狗熊就是信爷 但赵信的前级给伤害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是更强的 赵信这个版本还是厉害的 赵信没想到留到了第十手才被选下 对 两边其实前面没有去争夺 对 因为这两个队伴了两手信爷的好搭档 一个鹿鹿一个扇子妈 所以两边可能对赵信的一个优先级 都是下降的比较厉害 这把我觉得前期两边的称容 都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他们在对LNG的那场比赛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我们强的第二局 对吧 就是那一局我记得是大乱斗 就是小鹏的那个盲身 早早就拿了五六颗人头 是 小鹏其实在这赛期 他经常有这种前期杀疯的表现 但有的时候他能拿下 有的时候大多情况下 还是都会中期的运营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光明哨兵的这个活动 也建立到我们LPL的一个赛场 而且这是有一个解谜成分的 虽然已经有很多各大的UP组在解谜 我最近也是疯狂的爱上 很帅的一个 全军出击 看一下这场比赛 PT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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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次让我们感谢现场所有粉丝的一个加油呐喊 那这里 PT 现场粉丝稍微少了一点 我们也帮PT加个油 对吧 这把毕竟拿了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中野 能不能把前期的一个节奏给打出来 对吧两边打野担也都挺好做事的 三条线其实都是 两边都是有一些控制流人手段的 都可以去做跟打野的配合 所以这把就尤其的考验打野能在哪一路率先打开局面了 两边中单也都是直接点的小兵去之气 前期都是要抢线权 很凶哦 前面叶叶是直接平A 一级就平A把电信打出来 左一个Q 几乎是统一时间上到二级 嗯 上路这里也是同时上到二级 两边的上中对线都是那种 诶 但破败之王就这点好 我可以同时推陷又可以同时消耗你的一个线上英雄 其实万豪这个版本 其实他的第一件装备有很多种出法 对 有做这种破败的 包括牛宝对吧 也有做挺进 也有做可血的 就感觉三种流派好像都行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破败的那一套 因为破败1v1很强 对 对 其实有点复古嘛 因为万豪这个英雄 我们都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他第一件就是很多都会做破败 是 因为挺进的收益还是在于有位移的那一波 让你第一波先锋团 或者是第二条的小龙团 你非常容易先挺进减速 然后找好的位置去抢手猎路 或者是直接找伞回报对面的C位 其实如果说近战斗的话 我还是觉得可血性价比很高 其实可血这个装备对面好 先看中路练到 但是盲森这个位置能踢到吗 正好被一技能拉开了 Scout Scout很冷静 他判断了小鹏的一个位置 他有那个时间去利用一技能来做位移 把自己的闪现给省下来 那杰杰在刷野进度上就领先一些 而且这边是可以入侵的呀 盲森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去防守自己的 红MUFF的野怪了 是 因为他毕竟是想要先去上半步 把这个蟹给保下来 下路好难打呀 这个下路你看从两边的这个英雄上来说 都有点被counter掉了 就 富途之毛跟女坛这样一个搭档对吧 没有办法选到泰坦这样的辅助 感觉富途之毛也是比较难在线上取得一些节奏的 是 而且 德莱文应该是少数这种前期 就是带着重任 不怕跟你富途之毛对A的英雄 是 哦 这边是在反石头人的时候应该是被发现了 因为双人组现在刚刚那波冰线 红色帮冰线是已经清零了 如果杰杰 一定要去反这个死甲虫的话 对面的辅助可能会过来 干扰他 然后等到小鹏过来 所以杰杰这边也是比较稳的 就离开了 但是毕竟也是 应该是把F6给吃了 然后留了一个小的 对 嗯 还是会稍微影响到小鹏自己上6的一个时间 杰鲁有机会吗 等一下还是不太好帮 外伙这边还带了个进化 对 然后Mako刚刚已经是很明显的在往后走 随时要给灯笼了 嗯 姐姐这里是插了一个眼位 害怕死到的去游 CTT这里的 在TT语音内部也是一直在沟通赵杰的位置 刚刚小地图上很 他一直在拼 现在又看到一个蓝色帮问好朋友 他一直在沟通 就是杰杰可能的一个位置 还是猜得挺准的 因为赵杰回家玩 基本上是要从自己的上半区开刷了 姐姐马上是被视野看到 这是夜刚刚隔墙插的一个眼睛 对 因为你无论说六级前两边打野队 线上的gank比较容易得手的 还是造性这一边 小鹏可能要上到六 有了大招补一点伤害 要不然他最大能在六级前抓的概率 还是在中路抓这个冰女 上路 盛翔哥这边你看他来的偷A 偷Q 那个万豪很难受 其实感觉破败王在11点13反而不是削弱 对吧 因为毕竟他削弱了Q技能对小兵的一个回复 但是他的茫茫交土 总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加强 破败之王感觉在这个版本他太灵活了 特别是你红色方前三手拿出来让对方的BP又很难做 你要一直猜这个英雄到底走哪条线 有点像是11点11盲胜的那个价值 而且这把我觉得对于破败之王比较好 就是这个阵容啊 一滴他这个低波的透支 对爆发很容易让破败之王把魂捡起来 一个冰女一个德莱文 对吧 就是斯卡特谁 一滴就想要慢慢秒一个人 让军命女队可以触发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冰女加破败之王的这种组合 哎 看这边盯到了 美虎这边交完神之后又被踢了一下 拉到房子之后 但是自己还是要死 多数之帮拿到一血 白火这边进化解了一下 大家要等节节过来 反场还要打布丁 布丁这里的血量感觉还可以挺健康的 那张的话应该是不难得追了 是的 吃了三反腐 但是因为毕竟人数上面 已经是一个三打二的一个局面 一定没有反打的空间 刚刚那一波很漂亮的是 Mako的一技能确实是把布丁的一个 天之刃给摆走 但是布丁立刻交了一个闪现 一个Q闪A 然后直接是控制住了Mako 布丁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他大概这种大脑里应该是有 有过这种预判你会做什么的操作 然后我瞬间的反应就是闪现 这就类似牛头的W被闪现 躲的时候 他立刻跟一个Q闪 对 这就是这种职业辅助的一个素养吧 这波确实打得不错布丁 闪现 直接定到 Mako的闪现虽然已经暗了 但他已经吃到了这个Q近年的一个晕眩效果 对 你看这波Vapor也是挺漂亮的 他是把那个 瞎子的Q给打断了 是 所以让小朋友是多交了一个闪 两边的细节其实都拉满了 但是还是让TT这里率先得手 人头是7D的一个富装之猫给拿到 小鹏前期的节奏还是挺狠的 他们抓的这个时机也是特别好 因为如果你等到ETG这双人组上6以后 也没有那么好去抓 两边的上单到目前位置都是没有用过自己的TP的 这TP我感觉都是为了下路去 但是这把狼宝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我们看他的补刀也是处于劣势的一方 现在这个差距是在50刀以后被拉开的 他这么夜跑到上路来 但三角草丛是有圣长哥的一个睁眼的 这边阔胸要打吗 阔胸运动之后应该是不打算再追了 技能都交完了 而且圣长哥有闪有大 挺难杀的在上路 小鹏这边动先锋 他们应该都是有所察觉的 但是TT这里的双人组已经是靠过来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先锋有机会拿下的 ETG这边只能先拖 也要等双人组过来吗 感觉来不及了 只会是不去了 那这把小鹏可以啊 虽然说他的自己的发育落后 但是他有一个一血的助攻 在上第一条的先锋 现在就是看这个先锋 有没有机会在14分钟前去拿下一个一血塔 这样子就能启示 但是它的难度比较高 这都塔皮都满的 对主要是因为他线上都不太能推 他每条线好像都是有一点点小压力的 对上路射程是在推线 但这种推线是圣强哥摸不到想要的 对 踢到了 SKO的那边有大招 有大有闪 有他等 大招给谁 给到了盲森 他觉得这一波是想杀这个盲森的 但是自己的血线有点低了 是 这波SKO的感觉 大自己还是比较好的一个 我觉得他又太残了 他想大盲森让杰杰过来收头 但是自己的生命 他觉得那个血量可能秒不掉 他可能是觉得还有机会交伞拉开 然后这时候定住小鹏 赵静只要过来 能给到W的一个印记的话就必杀了 但是毛泽航刚刚跟那个拍技板吧 还是什么技能 直接把他给拍死了 SKO的这一波有点太弹了 小鹏这里节奏很舒服 101的一个数据还拿到了先锋 是9分钟贡献了两颗人头的一个急杀参与 这把TT前锋打得可以啊 而且第一条的先锋点还是拿到了 他第一波是被叶回来之后牵了个链子 然后又打了好技能 小鹏这里我们看 Q 二段伤害打到 一个RE 哎呀RE直接拿到人头了 这波SKO的有点贪 大招其实给自己啥事没有 只要他是明着在勾引小鹏 然后小鹏就说好 好 我来了 看一下我们俩谁怂 这种情况下就是拼勇技了 对吧 而且TT这个阵容就是也没有退路 对吧 小鹏心里很明白 就每一波有机会 即使这可能是对面的局 我也得接 你是龙坛虎穴 我也得闯一闯 是的 VIPER这把是直接出了一个西兰刀 西兰刀 其实现在德莱文的流派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以这种新石后面 再去补穿甲装的也有 对吧 然后 但我昨天看的数据网站上面 现在韩服最流行的反而是海妖杀手 这个让我有点亚异 但他即使是最流行 他的出场比率也只有8% 我感觉现在下路的每个ADC 他的出装流派其实都行 他这波有机会啊 沈阳哥 感觉要叫R了 而且能直接拉开 没有给狼行拉的 但机会不太多 身上是有大有闪的 嗯 这里应该是在等妖姬过来 但妖姬在转点的过程中 已经先被依据的视野给看到了 沈阳哥这种 应该会有警觉性 这种老江湖应该是感觉到了 但是这一波有机会 W拉一下 闪现还在身上 Q到了 哎 这一波的话 感觉两个人配合有点尴尬 是拉过来的时候想回踢 但是 沈阳哥已经交了闪现 所以这个踢最后是把人给送走了 在上路是 布丁打了一个伞 还好 布丁把他拉回来 是 Fiber的人水机会命 想要直接把 残血的布丁给斩死 但是毕竟有一个大招 又打起来了 小鹏是交了自己的闪现 沈阳哥的话 往后拉一下 Q是Q到了杰杰 应该不太敢上的 杰杰里面是有闪现 在那边又拉了一下 逼出了杰杰的闪现 这一波的话 Q在上路也是取得了一些的机会 是 最后是两边的打野 把闪现呼唤掉了 中路又是直接踩到脸上以后 Skall的打出一个余阵 但反手 直到叶的一个伤害 已经是给完了 哎 抱回来 沈阳哥 沈阳哥这一波应该跑不掉了 狼行的右勾拳 是带走了沈阳哥 上野应该是三波的对冰了 还要来 杰杰 小鹏在扛塔 这一波扛了两下 这波因为想 就如果能把TT杀掉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直接拆一些 下路的塔皮 马上要掉四层了 这把TT前夕的小节奏真不错 打了个三杠零的一个领先 上半步是完全的领先 这里Viper开始减斧之类 但普丁还是比较露的 是杀不掉 两边 一滴君下路刚刚是想要再吃的 第四层的一个塔皮 但是TT是直接拿自己的肉身上去 守护这个赌城 小鹏已经在路上了 这个时候一滴君定是不能再打了 这再打的话 一会儿要下路放先锋了 看上路刚刚陈翔哥这怎么回事啊 就直接被拉到 拉晕 救兵的时候 被狼宝直接一个 一锦能拉了回来 是 然后走到后方 直接他回头 下路回头勾到了 一滴君应该是藏了一下 甲光回程 是的 对有点大意了 小鹏在下路是无奈的放先锋 因为刚看了一下那个时间啊 只剩下最后的几秒钟了 而且要放了 这个不只是影响到赌城的过去 这先锋好贵啊 还有Viper 这是12分钟的一个 德莱文被动的一个赏金啊 这先锋也白给了 你看一下德莱文 Viper现在5800了 哇 就这一个人头 价值非常的高 应该有个1000块钱 这一波打完好伤啊 主要这个先锋白给了 就其实上半部 我觉得TT现在这把比赛的 节奏跟经济上是领先的 对吧 但问题就下半部 现在已经 你看这个经济完全 一滴月经济领先 都是在下半部 现在这个下路的压力太大了呀 这边想抢 但是小鹏的承接还没好 这边解决用大招 然后再加一个承接 小鹏的承接 你看刚刚好 是刚刚下来的时候 应该差10秒左右 但Scott这里被练住了 再用一个故技重施 模仿出 逼出Scott的那个大招 但是有闪现 哇 这波闪现交得很及时 要不然小鹏回旋踢 踢到布丁脸上的话 那Scott可能就走不掉了 小鹏这两脚是略显尴尬 但也没办法 看这个局面感觉 TT虽然前期打的场面很热闹 但他们其实没有领先的呀 三个人头以后 一个先锋 一个小龙 我觉得最大的检讨点 就我们如果不用操作来检讨的话 TT上半部那一波 想再杀杰杰 我觉得是比较坦 那个时间直接把先锋放出来 让狼行跟小鹏各吃一层渡层 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最后结果这个想来仰下路 结果先锋是没有撞到 直接白给 太想缓解下路的压力了 但有些时候帮幽不帮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这打野圣经呀 中路现在想来 还是高的是没有闪的 这边练到了 有机会 小鹏这里也是没闪 感觉根本要上 还要追 踢到了 这一波就没办法了 六妖姬 盲森许摸妖姬做一个位移 这边是有个真言应该是 刚刚没有摸妖姬 叶刚刚是很自信的一闪先手 这一波只要练到的话 其实死高的是蛮难跑的 虽然现在叶的妖姬的数据是0-0-2 但这一局他其实看出来 他对这个英雄的熟练度很高 又是一个厄运中板 把扑顶给摆走 天井之人没有办法接上一个Q级 那小鹏来了 经过了红色帮的一个视野 一级双人组织直接撤退 没大 你看有大的话 其实可以留一下 至少能逼个闪 这把小鹏是很积极 你看他三条线一直在找机会 杰杰不知道自己蹲在眼上 直接骑上来 两边都有可学的 其实战力差不多的 杰杰还领先一个洪水晶 还要回头 这边要把塔拆掉了 闪现 刷到 但这边的话叶也赶过来 杰杰可能要死了 点灯了过来 3D的话还是被打退 一个德莱文的大招 是挂的效果一般 那这边狼暴过来 直接闪现冲杰杰 杰杰直接被暴死了 不仅是一个闪现Q 加大招 叶了胡靠的 此刻的大招开了出来 狼暴一个W 是打的效果还不错 但这边他技巧还能追吗 又是Q到了Mako 但自己被勾到了 刷到这二次进场 是遇到两个人 罗布兰直接被秒掉 那时候他小鹏也要往后拉 圣枪哥是化身一个妖姬 练到了狼暴 狼暴被练到 又是一勾 哇 又是一个 通半天灵把狼星也给斩了 推不一击的配合打得有点奇妙啊 是 Tt 正面其实一开始是一个 五打四的优势 但追击过程中 也给了一波机会 有没有觉得狼暴有点太那个 太那个劫头了感觉 有一点 这边是闪现一个大招 定住了Sandy Sandy已经没有蓝了 因为已经能减速以后 剩下的补上一个破百王线 下路 最肥的边线二卡被拿下了 这波打完 我觉得 Tt 的胜率 应该是直接掉 三四十个百分点 我是说狼暴这一波 其实处理不好 因为他这个时候下来 其实是本方战斗力 比较强的一个点 你的意思是说他选择 把大拿来做收回 有点浪费我觉得 对吧 因为你看 ED其他几个人 其实也站的挺紧密的 要不然就是你 这个大摔死一个人头 Tt 觉得OK 我撤了 对 我不追了 然后在追的时候 其实狼暴那个时候的战力 已经一般了 这一波我觉得有点可信的是 Tt 这本来是一个机会吧 没有利用好 反而被圣强哥这里的佛爷哥 下来以后 把这个破百王图给打回来 而且之后 ED他们有一个 就是小的一个配合 一个是锤石跟这个 利桑卓的二次竞争上 打得很漂亮 是 就你被踢到之后 锤石一勾 配合利桑卓的再次的意境来 W到 把妖际给秒了 那这样的话 你的残局就 完全没有持续性的一个伤害 跟破获能力了 因为Tt刚刚那种位置上面来说 他进去留人的人 如果是中野 那也意味着他们后续团战里面的 伤害是不够的 是 他需要上股去站出来 但是因为圣强哥的太围观之用了 然后布丁的技能也是冷却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 去留人的一个能力 但这一波是给EDG直接启示 拿到了第二条的小龙 第二条的先锋 现在也是EDG可以轻松的拿到 Tt是没有办法过来打一波团的 其实感觉这个团战里面 还是挺看朗宝 跟那个小鹏的一个发挥的 朗宝现在也是跟小鹏都有一个双克血 Mako刷了一下 反手一勾 小鹏直接摸了自己的假眼 Mako这把他锤是挺到位的 他的一些技能 包括他的一些技能的准确力 其实都很到位了 这把EDG的双人组 还是打得特别的好 我有点勉强说实话 是想尝试 因为他知道EDG的上中不在 一直想要在这边 看你有没有机会去找EDG的双人组 那要看一下这个听牌龙了 EDG已经是 利桑罗占了位置 这边要开 还有个加速度要打布丁 这波的话 富如之毛是没有大招的 先杀女坦 应该没什么问题 差一自学 利桑罗侧移过来 逼出了一个秒表 小鹏闪现过来 感觉还是要死啊 双C各拿一个头 这边朗宝爆了一下之后 自己的一个W技能 打出了伤害 但是没人能跟 是进场的时机已经有点晚了 虽然进来的一个技能 跟伤害都是给出来了 但是因为 富丁跟小鹏已经先行倒下 这波EDG是顺利的 打出了一波零换三 别看了 那中路外塔在有先锋的帮助下面 甚至可以直接推到TT的内塔去 这个其实就是T7本三级 他们很多比赛都是这样子 输的 因为他们前期 其实小鹏这个点的节奏特别好 但中期总是没有办法 把小鹏这个点的优势 转换成一个盛势 而且配合上面 往往会有 这种不协调的感觉 对 就像你看中路那一波 就Stan D 已经选择交命运的互换 就代表这波是我TT要打了 但他们又找不到那个机会 去把团开起来 你就富丁帽大招一交 那AD就是瞄准你的这个辅助 对吧 然后把团开起来之后 反而你的双C 看看这波 这波是富丁帽没打之后 就打你辅助 是 然后布丁也没办法 只能回手卖自己 然后圣强哥一直在找 进来好的一个飞的人的时机 但是他刚被结结的第三下 三重爪气给敲飞 再吃一个Megos的Q 然后这时候服也都已经倒下 他才有 就是自己没有被控 然后可以进来叫R1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十几点已经是非常晚了 Sandy跟叶早就已经觉得 正面团战溃不成军都溜了 还是不太严谨 嗯 其实这种团战打的是 还是不太细 那这样的话两根心气 其实拉开了 看一下赵兴这个位置 有机会吗 杰杰 哎呦有点打不太了我 这跟叶里也两个人踩到 这打上去的伤害已经没有伤害了呀 是 反而是现在Viper很肥啊 是 Viper两件套刚刚A了两下 叶就直接下班写 对 然后杰杰现在就带着自己的中辅两个人 两兄弟啊 开始驱赶TT的人 ETG现在其实已经具备着打大龙的能力 但是还是稳健 这种局的德莱文 其实已经完全不怕这种妖机了 他顿弓都已经出来了 对 因为你过来我也是两斧头 你就要被逼退了对吧 哎 那这边有个灯哦 捡到了 TT还是很想开Viper 是利用了布丁的一个日盐要班 但是并没有顺利的开 Meko一勾 也是没有给我勾到布丁 但TT现在还是很急啊 他们这种劣势上面 这个阵容不允许他们去内塔 采取防守拖后 因为这个阵容往后拖 他也没有胜利的提升 又要来又要来 继续丢出来 布丁是定到了 有机会吗 白宝这波是没有双招的 差一丝血 啊 布丁直接被秒掉 正面圣像哥的一个大队技能 夜市利用魔女瓶中躲过 Skart给一技能过 拂倒了三个人 有双也定到 夜市一丝血 郎导大队开得还不错 大队暴力下来伤害呢 没有A出来 圣像哥反而是有军命以绝 把自己的血量给回起来 哇 地区这一波团还是打赢了 零换二的一个结局 这波利桑卓的进场有点小帅 虽然朗宝后来的 过来的伤害也是打足了 但就是阿易斯 血能带着圣像哥 那就杀不掉啊 就妖姬已经缠了 然后复仇自毛 那根本找不到 进去见缝插针的一个机会 可以看到现在 Viper的经济领先 是高达三千六百块钱啊 就这个西兰刀是白送的 对面两边都有顿弓 基本上是 现在确实 德莱文这种英雄滚起血球以后 他的 经济太夸张了 然后这把比赛还是一个水龙魂 而且说实话 刚刚那一步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 因为刚刚那一段时间 其实歪魂一直没有双招的 然后你想待会一会三年号 双招再好 这种有顿弓的德莱文怎么死吧 而且又是水龙魂 这个水龙魂我觉得对于TT来说 是相对绝望的 他是有望在25分钟之前 一滴继续拿到这个水龙魂的一个效果 这把TT已经是很难很难了 从EDG的这个中路多多选择 直接在金身 因为他的表还没有用嘛 他合成金身之前 他先花钱去把自己的杀人输出来 就是EDG也觉得这个局势已经非常稳 刺爆了这一波 W 永双 这一波让我想到他有一次用那个赛拉斯 对吧 也是大龙坑 递过去 然后永双拉 而且这波跟AOE伤害的是圣枪哥 这边打起来有机会吗 外波的分工出发 差一点 布丁还在慢 但这边一脚 踢过来外波 能打过 跟三部级单脚 没交过 OMG 这边的话也是被打了一套 真身有没有被找到 真身在右边 这是假的 真身是反向逃坡 狼宝这边正在跟圣枪哥做一个EVE 但狼宝这边是全面落后血线 完全打不过 破败王拿下了这个人头 夜是藏在了草丛 但是靠着过来找他 打了一个暴力 去过Q一下 看夜这边很小心 不追了 没有视野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这波秒vip还是没秒掉啊 如果能把vip秒掉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是 就靠着这个盾弓的一个吸血 对吧 战S&D 结果三刀吧 而且这一脚是把它踢过来 让三刀给他创造了一个单挑的一个环境 但可惜三刀这把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 刚刚才看过 金鸡落后是高达三千多呀 就现在如果他的羊刀出来了 这不还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对吧 他装备太惨了 就是勾到了布丁 布丁被骑回去 这不可能再自己选择回撞出来 对吧 这个位置回撞出去就是送 拿水龙魂了 拿这把T7基本上已经要被 宣判着比赛的没有机会了 是 就现在一定是两个大盒 TD是处理不了的 一个圣唱歌的破败王 一个Viper所使用的德莱文 TD他们的思路其实也挺明确的 就是要秒这个德莱文 但每次就差一点 嗯 再上一个巨大的装备差 我们看这波刚怎么打起来的 指的是杰杰 杰杰把突丁往右上 对 其实这波狼行打得还不错 他W闪就不好 伤害是打足了 把Viper前面血量直接压到三层 但是Viper就开始吸 然后小峰也是找到了角度 把Viper踢过来 但可惜就是小峰他的Q啊 他被前面好像是杰杰打到了 如果能Q到Viper 感觉Viper这波应该是没了 Viper的一个伤害 但在那么一个密集的角度 能把他踢回来已经不错了 有TT的配合真的比较可惜 就是如果说那种 比如说前面射击 控住Viper的时候 有但凡有一个C 或者是打野能补上一些输出 对吧 就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执行起来就差点意思 稍微操了点 是 因为德莱文这个英雄说实话 他只怕控制 对吧 不管是在云顶里面的 这个贵族德莱文 还是游戏里面 他被控制住 他才你才能阻止 他疯狂的利用伤害来回血 这边要开 直接看皇冠 布丁又被留下来 哇 为什么没有大张能吸回去 这波没有命运的呼唤 那正面被勾的 布丁是直接被秒 这两个这边变身女毯 可以掩护队友 继续拆这个 拿这个大龙 提提现在 你这个时间去拿意外塔 换大龙是绝对不划算的 哦呦 直接要单秒夜了 招闪 夜招闪现 躲雷Q 哇 夜现在已经没有战动力了 那那边的话 德莱文 跟一个赵姓 应该是可以把大龙拿下 是 Viper跟杰杰两个人 就可以轻松把大龙拿下 还在追 圣翔哥教住自己的茫茫招土 现在这个忙碌招 感觉要送他呀 这个招土是直接把侧门 直接给封死了 这大炮车给力啊 大龙Buff 加了这个小兵的伤害 智力一炮 要不然应该是 圣翔哥有机会的 是 圣翔哥很细 他大龙Buff怎么不能取消 Viper跟杰杰在上路推 感觉 TT也有点回防不及了 万豪还在下路呢 万豪这边有TT EDG现在所握的优势 是完全具备直接越高的能力了 现在就感觉随便打了 经济领先已经是高达一万以上 是 就Scott只要找到好的时机 E过去 他闪没好啊 没有E闪W的一个空间 TT这次两路可能都得放 因为中路的夜 也还有七秒钟才复发 人家只能看着 只能看着拆 防罐开起来 杰杰直接在上面 威吓着TT的一个防守人员 狼琴那边还是想打先手机会的 一起带跟杰杰 两个人还在找角度 自己 吴尹翠 打过导演之后 狼宝直接被融了 就达到个上海时的嗨 高了 杰杰杰又定了一下 3D 3D也是被圣强哥一个Q技能带走 圣强哥终于玩到了上路滑板鞋了 这边还有顿勾 拿一下 顿勾是由 Viper的一个德莱文 好取 Triple kill 三杀到手 题赛应该也是要结束了 我们可以提前恭喜 E&G 在比诱赛的第一局 算是比较轻松的拿下 是的 这把比赛 TT小鹏这个点 其实前期节奏真不错 打出了一个3比0的开局 然后还有带一千锋 对 但就是好像从那个先锋开始 摆给之后 其实TT的节奏就不太对了 是 他们还是蛮想把下路这个点的 这个劣势给他挽回 但是你看几波TT输的团人 都在下路发生的 是 他们其实第一波还是赢 对 他们第一波下来的时候 其实还抓了每口一波 下路打了几波之后 发现越打越穷 是 但后续就 我觉得还是 这一局我想要先称赞的是 E&G的射手选手 Viber 他这个得来问的选择很漂亮 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 E&G在前三手去 他是红色帮的第一手拿锤匙